哇 你們覺得這怎麼樣 像這種身高比較矮的穿起來應該會有 拉長腿的效果 等一下還是穿穿看喔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完美水水 我是美根 那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是一個新的鞋子 是我自己買的鞋子 是哪一家的 登登 Puma的鞋子 登登 好 一看到這一雙鞋就覺得 哇 怎麼那麼漂亮啊 我這真的是 這個真的是剛開箱喔 因為我真的是買來之後都還沒有穿過 真的是破真駕駛開箱 絕對沒造假 哇 好像很漂亮耶 連拿出來都覺得這種很珍貴的感覺 讓人手在發抖 哈囉 莫名的期待又有莫名的捨不得的那種 開心鞋的感覺 哇 你們覺得這怎麼樣 這個是PumaRise新推出的厚底運動鞋 放眼看過去就是有那種果凍綠的顏色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的適合春天 哇 而且我很喜歡這個顏色 因為我以前讀的高中呢 就也是這個顏色的字 所以對這個顏色都有莫名的親切感 然後看到就覺得好可愛喔 兩雙一起看一下 旁邊這個果凍綠就是還蠻 蠻有特色的 就是透明的綠色嘛 就是不只是綠色還有透明的感覺 然後前面呢是雞皮 整個看起來就是非常的青春耶 青春的顏色 而且它這個是厚底的 所以像我這種身高比較矮的 穿起來應該會有 就是拉長腿的效果嗎 不曉得我們等一下來穿穿看喔 它這個是厚底的運動鞋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這雙鞋要怎麼來配穿大巴 穿著運動鞋搭配帽T 當然是一個基本款 就是我絕對不會錯過的 那其實帽T就配上很簡單的leggins 就很有中性的風格 所以也會看起來比較細 那這件帽T呢其實很特別 上面如果你只要會日文的五十英 念念看你就知道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囉 那除了配帽T之外 厚底運動鞋也可以配 單寧系列的 那吊帶裙的話其實也增加了一種臭皮感 而且這雙鞋因為是厚底 那可以看到我的小腿比較細的地方 就有露出來 所以就是雖然鞋子也是厚底 但是並不會看起來很笨重 這雙鞋呢因為有果凍綠搭配肌皮 那所以這樣子的材質跟配色 我特別選了一件墨綠色的寬褲來搭配 上衣呢是紡紗的襯衫 原本擔心這種小白花的風格 會不會有點太跳透 但是因為這雙鞋子 就是果凍綠就是很春天的顏色 所以整體搭起來呢是非常的修閒 也非常的涼爽 後頂運動鞋呢其實也不一定 只能穿這種中性的路線 其實也可以走小姐姐的穿搭風格 身上這件是雞皮的洋裝 棕色的感覺其實也有點森林系的feel 所以跟這個鞋子春天感也蠻配的 one piece的洋裝也能配 而且越帥性真的越好搭 那這件洋裝呢其實有一個平口的小心機 可以增加一咪咪的女人味 這雙夢幻後頂運動鞋真的超可愛 春天走跳就靠它了 完美水水下次再見囉掰掰